12月失屋11岁自闭症男童 独自开车上路引发各界哗然 警方今天证实已经向他的父亲开出罚单 失屋警局主任组织非礼发文告证实 警方援引1987年路路交通法令26-1 无牌驾驶条文向男孩的父亲开出罚单 因为他纵容孩子危险驾驶 根据有关条例 任何人无牌驾驶可罚款最高300令吉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男童患有自闭症 曾经在事务医院精神病专科接受治疗 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再转发相关视频 让警方专业处理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相关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